欢迎收到屈肌TV 我是屈肌主播周杰盈 美国劳工部在10月4日公布了一份劲爆的强劲就业报告 9月的就业率创了6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失业率跌至4.1% 而且工资还在飙升 美国就业增长出现以外的飙升 搞到投资者就切走之前预期美联储在11月会减息50个基点的压住 反而可能是锁定美联储会采取更平稳不急着减息的步伐 美联储下一次的会议在11月6日到7日举行 即是在美国大选之后 甚至有些华尔街的投资者就认为 美联储在2024年内的宽松政策可能已经结束了 如果即将公布的9月核心CPI 即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都是超出预期增长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肯定11月会停一次减息 看回自家国商品交易所的Fatwatch工具 它追踪的30日联邦基金期货价格看到 截至10月6日 市场对美联储未来4次会议减息幅度的预期不到100几点 比起之前预期的140几点低了很多 这个情况 搞到作为全球资产价格矛的10年纪美债收益率飙升到4% 创了7月以来的新高 临当之感和 BWC 中文网财经研究团队还发现 在10月6日比美联储减息预期更重要的6个月美元 即是伦敦银行同业拆息 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前值的高点 去到5.76% 高过非联报告之前的5.58% 而且从去年3月开始 它已经飙升了49% 这波持续高期 即是反映着美国融资借贷成本越来越贵 这个情况还看到 美国债务的借贷成本和上还利息的压力 并没有因为美联储进入了减息周期 而出现相应的减少 搞到美国联邦政府和企业更难获得低成本的资金 这么庞大还在飙升的债务 又再加大了这一笔 美国最后根本还不起的债务本金和利息的风险 进一步衰弱了美元作为全球金融秩序基石的作用 亦破坏了美国国债作为世界资产价格盲的共识 在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可能因为减债力度不够 而再次被降级 进一步令到美国融资成本变得更加贵 在这个情况下 各种问题变得更加明显 同时美联储在10月4日发表的报告中就说到 事关要给更多利息成本银行 2024财年 他们的亏损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 这个情况就是说 美联储向美国财政部上角的利润 是-2000亿美元 进一步再削弱了美联储 帮美国联邦融资的能力 穆迪在9月25日发表的报告中就提到 如果美国没有实质性地减少债务增长 美国即将会失去唯一的3A最高主权信用评级 穆迪还说 接着下来他们会重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就是美国会如何解决他们债务上限的问题 值得说一说的是 现在美国的债务上限资金会在2024年年底再次用进 根据他们的计划 国会会在2025年1月2日开始重新谈判 而在这个时候 亦是美国大选胜出者即将就职的时候 所以到时国会的谈判僵局 很大机会又会再上演多次了 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美联储埋了个深水炸弹 在节目开始之前记得订阅笔机TV留言 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早前人民币由7.3 一路猛的升到6.96 眼见就快跌穿7 结果国庆家旗一例 整个大逆转又跌上7以上 而美国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竟然提前减了50个基点的息 即是等于提前帮我们解开了紧枯袖 令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刺激经济 结果怎样呢? 内地A股5个交易日升了600点 人民币一度破七 这下搞到美国放晒了 看着美股趣事包扎 他们就开始搞了小动作 他们牺牲了日元和英镑 把美元推高 说真的 美元指数中 欧元日元英镑这些盟友的权重 加上高到92.2% 是必要时候 牺牲了弟弟也可以 你看看 日本新手上石破茂 刚刚上任 被逼要说 日本经济还未准备好加息 日元汇率立即应声下跌 当然人民币贬值也不能完全怪美元 人民币货币男子里面 现在有几十种货币 美元的权重只是19.5% 和欧元的18.08%差不多 所以人民币贬值是多种货币 一起影响到的结果 同时美联储又开始放风 说他们不急着继续大幅减息 他们还公布了一份 非常亮眼的非农就业数据 就业人数大增 失业率下降 他们就是想和全世界说 美国经济很好 不要想我们会减息 甚至可能会加息 美国众议院还提出了一个 爱国者投资法案 说要对投资中国 征收高额所得税 最高可以去到37% 即是摆明想用国家机器 来打压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实美联储减息 更多似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而不是一个主动选择 由2023年开始 美国经济已经陷入泪探 通胀高企 失业率一直升 企业投资不振 为了刺激这些经济增长 美联储没有办法 只能够拿出这把雙面印 减息 试图用时间换取一些空间 但美元减息 并不是说什么另单妙弱 反而可能会加剧全球的经济动作 新兴市场国家 要面对资本外流货币质值的压力 全球贸易都会受到冲击 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所说的那样 比原减息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值得说的是 美国的债务上限资金将会在2024年底再次用尽 根据计划 国会会在2025年1月2日重新开始谈判 亦到时又刚好在美国大选胜出者准备就职的时间 所以到时的国会谈判僵局很大机会又会再次上演 德银分析师在10月1日发表的 《2025年度违约研究》中指出 美国的违约潮将会在2025年达到顶峰 高收益债券的违约率会升到8% 而美国贷款的违约率会升到11.5% 接近历史的最高水平 部分原因是因为高利率和债务海啸 再加上赤字标升 会再次引发美国债权人对美国财政持续性的担忧 高盛在10月6日监测到的数据就看到了 现在美国主权信用风险急净 美国主权债务的5年期信用违约调期价格已经升到30个基点 这是由去年6月起的最高水平 而且美国联邦债务的信用利差也继续扩大 这些情况也反映着近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的部分原因 是因为华尔街交易员对冲着美国国际违约的风险 和美联储的减息周期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市场定价的借贷成本没有相应下降 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几十万亿美元美国国际的重新定价 反映出美联储已经失去了对美国国债借贷成本的控制 也意味着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之前通过量化宽松政策 和不断增发新美债的几万亿美元深水炸弹 很可能会在自己身上就快爆炸了 更加讲明美联储试图通过提前宣布抗通胀成功 恐慌式的开启减息周期想减低债务成本 用来收割美国债权人的策略是失败的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根据Bill浦的分析 一波大规模企业破产潮即将会冲击美国的经济 Bill浦在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的破产申请数量在8月份急性到63份 令今年头8个月的破产申请总数创了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去到452份 也是2010年以来的第二高水平 仅次于2020年的466份 明显高过以前13年同期的水平 而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 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9月飞龙数据 会出现这么漂亮的成绩增长原因之一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10月5日发表的报告中 进一步预测美国2025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 会比9月份发布的最后一次预测高出6000亿美元 总压到2.2万亿美元 高过之前预测的1.9万亿美元 同时2025年至2034年的累计赤字预测 会达到22.9万亿美元 比8月份预测高出15% 到2034年实际赤字很有可能至少增加10倍 美国这个庞大而且还不断飙升的债务赤字 又再增加了美国还不起这一笔债的风险 不过美国人似乎没有真的打算还清这一笔债 这个亦是为什么野村证券警告美国 可能会拒绝上还债务的逻辑之一 对于这件事 日本最大的证券商野村 在10月6日发表的报告中警告 现在美国无论哪个当选 最后都会再一次刺激通胀表声 导致公共债务比率以一条 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更加洗潮的曲线上升 令美国的违约潮迫在未知 一波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期 即将会冲击美国的经济 如果是这样 美国当局有可能会拒绝或暂停上还他们的债务 将债务赤字 和又再升上去的通胀风险转嫁出去 这也是美联署在9月恐慌式超预期减息50个基点的逻辑之一 他们好像将自己的信誉压了上去 分析看到美联署已经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 美国可能是精心操纵9月的就业数据 背后的动机可能是金融战和选举 这些数据很大机会会在之后大幅下调 华尔街的预言家比德·希夫在10月6日发表的报告中 进一步解释 减息只是一个开始 美联署最迟会在2025年第一季实施 像洪水满兽一样的量化宽松政策 向市场投下几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 开放人筹机 这个比德还说 任何对通胀有些认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美国通胀即将飙升 每当美联署尝试去延迟经济衰退的时候 只会令到国家债务和通胀率更加严重 并且令下一次危机更加严重 这样也会加快聪明钱的转向速度 甚至可能令几万亿美元的外国买家资金 在几年之内由美国资产市场撤出 例如华尔街对冲基金大佬戴卫泰 上星期公开说 美联储减息后 他会买入一切与中国相关的资产 他将最大的投资压住在中国股票身上 看得出他对人民币资产市场的信心 再进一步增强 再例如由9月底开始 很多只追踪中国股市的海外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表现强劲持续上升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更加保持创纪录的强势耐性 短短两个星期之内已经大升了38% 截至10月5日 十几只中概股将幅超过100% 美国五只最大的中国ETF更加吸引了46亿美元 再例如摩根资产管理的投资组合经理 Dotmichelle就认为了 随着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资产再创新高 规模在过去五年翻了一倍 达到6.46万亿美元 但在美联储开启减息周期和持续缩表的预期下 这些基金收益率有可能会跌到3%甚至更低 令美国银行存款进一步外扭 为了避免在这场美国财富收割风暴中的损伤 部分资金会将目光转向东方流向中国市场 再再例如 看看几件华尔街投行的研究报告和市场观察家的分析 接着一些外国买家会由美国、欧洲、日本、印度、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股票市场撤资 然后重返中国股市 将包括中国买家在内的部分资金投向中国市场 数据显示到最近一个星期 英国、印度、中东国家、日本、新加坡等市场上的 中国股票相关ETF集体大升 大量买入中国的蓝筹股 而日本股市的A股南方中正500ETF已经飙升了1572% 这些情况也看到 美联储减息预期减少这颗深水炸弹 和美国对冲基金连续7星期被大举抛售失利的背景下 全球交易员都将目光转向中国市场 很明显对人民币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它有助支持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 就好像BWC中文网的财经研究团队一样 他们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强调 历史上每次美元由紧缩到宽松的周期切换 总是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动作 这种效应的早期案例我们可以参照到 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津巴布韦和土耳其 而最新发生的案例可以看看 日本、英国、印度、越南、以色列、密西哥、韩国、南非、 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巴西和印尼 这17个国家已经分别陷入了货币严重贬值 又或者是债务危机的一个脆弱模式 数据还看得到 由10月1号起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保持着强势的上升状态 以上这些新消息也表明 全靠交易员的目光都正是走过来中国股市 更看到华尔街的兴奋点已经转移到中国资产市场 而且和美国经济的阴霸影响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面对着外部这么复杂多变的环境 我们中国的经济依然保持着稳健增长的走向 成为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原动力 而我们中国驻美大使者峰也是罕见地说到股市 他说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说是非者自己就是是非人 那些说中国崩溃论的人 这段时间以来自己不断崩溃 说中国经济见顶论的人 现在就是见顶了 另外还有人说中国是威胁 实际上他们自己散布这些谣言 才是对世界和平稳定最大的威胁 謝峰还说 中国的股市都涨疯了 中国的股民现在都在排队开户 外国的资本现在就起势地跑入场 所以我们中国人民 现在对中国的发展前度充满了希望 我们的屈记住播周杰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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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人 这个东西 呢 这些魁蜜蜜abb 很 stan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